LotVPN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和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你都可以看到 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用了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折扣優惠 LotVPN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可以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蠻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又說說說移民 因為最近也聽到不少的一些個案 就說在英國就適應不了 很多人來了都差不多超過兩年了 所以就適應不了 適應不了 那個生活如何等等 可能也會有些人就很快就在這個時間做了結論 返回去了 回流了 那些回流的新聞 就在香港 我想引起相當大的反響 你看得到有些地產 一些文章 地產經紀的一些文章 又或者是說地產的分析的一些文章 樓價就不會跌著的 因為不少人回流回來買樓 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 假新聞假資訊 Propaganda來的 宣傳來的 不是說回流是假的 而回流很多人回去買樓 而令到樓價不會跌 對不起 我真是很難相信 第二 這些回流的消息就會成為 很多藍絲的媒體 像大蝙蝠那樣大字標題的報導 而且你也是 非常之多去 你看看你 人走你就走 握了這些錢給英國佬 然後你現在被迫回來了 該你死吧 又不想清楚 你以為那裏是天堂嗎 回來就好了 有些人說 為什麼要回來 說了香港不好你回來做什麼 回來拿香港的福利 你臭不臭 有些這樣的 回應的一些YouTube 或者一些文章 我覺得也不需要理 這些說法 十幾萬人去了英國 甚至有些去了台灣 也聽到台灣生活不是很如意 雖然適應很快 但是拿不到居留的身份 所以被迫連根拔起 去到英國 有些人去到英國之後又說適應不到 就連根拔起 回來香港 我相信是有這一類的 個案 這些個案多還是少呢 我相信暫時來說 不會太多 究竟他們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適應不到回香港呢 今天就說 有一個 你可以說他是港男 看他樣子 三十多歲 三十多歲 或者二十多歲 我認人的 年齡都是很難的 那 說他來了英國兩個月 覺得很沮喪 很後悔 是不是 要回去呢 是不是回流呢 這個就是為什麼會知道這個消息呢 因為 這個是一個YouTuber 來的 我想都是初初開始 我見他 訂閱他的人數大概是千零人 千零人左右 影片也不多 只有幾條 他就在網上 在YouTube裡面 在腎 在英國兩個月的時間 感到非常難捱 有四大難處 甚至就說 很後悔 移民了去英國 是不是打算回去呢 要回流呢 他就說兩個月的生活 是很不開心 是很沮喪的 在這裡生活 其實這條片應該是第2第3條片 第一條片就說他 跟朋友 在機場裡面 一個人移民來這裡 然後呢 也介紹一下他 在家居的 家居的情況 他就說他自己的share room 就是share room 香港的概念來講 就叫做劏房 都不是很方便的 因為可能會跟其他人 共用一些設施 譬如廚房 可能會帶來一些 磨擦之類都不停的 而且都相當小 那麼 你負擔的問題 那用share room 我覺得都沒有很厚非的 就比香港劏房的環境好很多 share room 好了 有四大的難處 第一個就是 文化不同 第二個就是 語言不通 他說見工 聽不明白英文 找工作很困難 而且覺得自我價值低下 其實 四樣東西 都跟他 找工作難 都是有關的 他怎麼找工作呢 那麼他就說 找一個香港 找了一個agent來幫忙 找工作 在網上有很多的 有些agent 那麼他就 一位香港的 找工agent來幫忙找工作 那麼 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我的理解 譬如有些人在香港 在香港還沒起程前 他找個agent來幫忙 在英國找工作才過來 我聽到有點這樣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找個香港的agent呢 因為英國也有很多agent的網 他說 去見一間小食店的初級職位 負責協助煮食 當時就很誠實的 表明我語言能力不太好 普通話英文都不是很流利的 但是懂得聽懂得說 那麼 agent就向你表明 由於學歷 和在香港沒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所以 不太適合給我的客人 他很老實 就說自己英文不可以 普通話不可以 不太合理 那麼對不起 我連給他的客人也不給 你的這樣的經驗 連見工的機會也沒有 但是無法怪人的 這位 YouTuber叫小智 Timothy Timothy小智 他說因為自己確實 普通話英文都不行 公司的層面 當然請語言能力高的職員 不過他說最令人最沮喪的是什麼呢 他說這個職位的工作薪金 是接近英國的最低工資 現在就是大概九磅幾 就是 一百元港幣一個小時 他說連最低工資 原來我都沒有價值做到 開始就是懷疑 自我價值 這位Timothy小智 繼續說 叫大家不要 只是看一些 YouTuber 看一些討論 他 分享英國的美好的一面 而忽略了不好的一面 打算 勸打算去英國的 去做這個新生活 過這個新生活的香港人 考慮自己到埋後 有沒有辦法承受這些壓力 你找不到工作 錢也是這樣花 是不是考慮 回香港呢 給自己半年的時間 如果這段時間沒有辦法適應的話 就回流回香港 都不覺得丟臉的 純粹是不適合 就沒有為強求 這樣 他也很現實 為了維生 現在什麼工作都會找 不過不知道找不到 現在英國 開始反省 在香港 無論家人 愛護自己 尋找工作等等 的層面都是很好 以往在香港生活 真的不要懂得珍惜 很不知足 對於移民英國有沒有後悔呢 他說確實後悔這個決定 有沒有後悔這一趟旅行 還有旅程 反而受到感恩 因為可以反思 以前自己二三十年來的人生做得很差 不夠獨立 在這兩個月時間裏 可以給自己成長 已經值得了 接著在片尾 其實香港也挺富有的 起碼可以 有工作不用仇 英國外國真的很窮 每個人都是找工作 很難才能找到工作 留港移民回流也好 都是自己人生的決定 不應該被外人批評和嘲覆 這個影片我就看了 在香港引起不少反應 也有建制youtuber 說廢青現在就覺醒了 諷刺他 我看完之後 我的感覺是甚麼呢 我感覺 第一 我想鼓勵他 雖然他的youtube對我來說 不是很吸引 因為有這段視頻我才看 因為 他的表達方式 如果他真的想做youtube的話 他的表達方式是一般的 說話是很平的 很monotone 很悶的 即使說這個題材也好 也不是說會有很大的吸引 不過 因為這個題材也很爆發 尤其是香港人 部分看人PK最開心 看人節奪 最心良 你走了 又說不適應 又說窮 又說沒有錢 當然很多人想看 已經超過三萬人看 或者我做了這段視頻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 他的真誠 他的真誠 他的真 是打動了我的 起碼 我 前幾天 做條片說 周冠威 他拍的 香港人不喜歡看的喜劇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一個訊息 如何真實地面對自己 如何面對自己的真實 你的真實是包括你 現在是英國的生活的環境 是好就好 是不好就不好 不需要 包裝 不需要跟他化妝 你說出你的心情 內心的狀態 我是不開心 我是沮喪 我是想回香港 我是後悔 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面對自己的真實 好像你說的 沒有什麼面子問題是不會丟臉的 即使回流 這個人對我來說 這位小子是相當好的 如果他用這種心態 繼續經營他的YouTube 改善一下他的表態方式 我覺得 他有機會是有 其他人會繼續看他 賺到吃就很難說 你知道 做YouTube賺吃都是相當艱難的事 這是很難說的 第二我想跟他說 就是有些人說 不是每個人都適宜移民的 移民有一個很強大的心理質素 這兩件事我都同意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適宜移民 移民真的要一個強大的心理質素 如果不是 你很快就會後悔 因為移民是遇到很多困難 很多人 我初初來的時候 告訴我 比較close的朋友 知道我來了 他問你怎樣 適應是怎樣 我通常都回應就是這樣的 千頭萬歲 很多事都要搞 很多事都未跌 當你來了 只不過是兩個月 兩個月是很短的時間 是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無論是文化、天氣、食物、語言 溝通的方式、技巧等等 要由頭適應的話 兩個月 只不過是人生裏面 一個 小水點、一粒微塵 異議 你這麼快就得出這個結論 說自己不適應等等 當然 找工作是會很沮喪的 一直都找不到 我知道有些人不是兩個月 是超過成年 都是慢慢在找 當然每一個人的找工作的心態都不同 我在這裡都說過 差不多一年多前 我在亞洲的私人市場 有些人叫中超 去買東西 看到一個香港人 在搬貨 跟中超打工 他認得我和我打招呼 他說他自己是一個樂手 就是 彈音樂的 我不知道他彈什麼 不知道他做什麼音樂 他是樂師 musician 他說 他說 你做 musician 為什麼來這裡搬貨 找不到工作 什麼都做著 有個收入 讓自己覺得安全一點 不過收入當然很少 然後過了兩三個月 我想他都做了 半年 於是他就告訴我 我找到 這個 musician的工作了 不用在這裡搬貨了 我當然就 為他 祝福他 恭喜他 希望他可以 找到自己的工作 到最後 跟著就 不見了他 似乎他 離開了工作崗位 可能 找到他自己喜歡的工作 兩個月是很短的時間 小智在他的YouTube那裏說 他自己的普通話又不行 英文表達又不行 但是呢 他在YouTube的 那些 Title 就是那些 標題是用英文的 英文OK的 他所謂英文不行 普通話不行 懂得聽一點 不懂得說 其實他這麼年輕 二十兩三十歲 是可以學的 是可以慢慢去調整適應的 除非他連ABC都不懂 看來不是 看來不是 他寫的 那些標題是用英文來寫的 這裏有得學的 這裏也有給一些新移民 學習英文的免費的課程 你上網是會找到的 有些我聽到 甚至是學習不同口音的課程 口音是很拿命的事 我看BBC 那個Anchor 講的英文 一流 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發音很準的 但是你街訪或者做一些訪問 你很拿命 很多時候 是聽不到他說什麼 你看BBC 譬如聽這個 Hard Talk的主持人 問的問題 是很精準的 被訪者呢 有時你聽不到他說什麼 口音非常重 口音很重 在這裏是很常見的 南北 是不是 東西 來自不同地方的移民的口音都很重的 來自南亞的口音很重 來自東歐的口音都可能會很重 沒問題 慢慢適應 但是當然這個前提是什麼呢 這個前提就是 你所謂慢慢適應你都要生活的 是不是 你都要有收入的 如果你帶來的生活費 真的是不夠的 是慢慢緊的 你是會很旁鑊 這一點我請大家 做足這個準備 做足這個心理準備之外 就是你的谷種的準備都是要的 你來到這裏之前 不要只聽那些 唱好 說好英國故事 說好移民英國故事的YouTuber說 這裏是 找工作是很難的 生活費是 貴的 租是貴的 物價雖然現在最近都跌了一些 你看到通脹低了 超市現在開始有人說了 哇成袋蘿蔔 紅蘿蔔 成袋 19P 我去到看都下了一條 19P大概是多少錢 兩 兩元 不用兩元 一大袋紅蘿蔔 港幣 一磅 現在九個嶺 一磅 你看到是便宜得那麼膠關 那些物價 最近便宜了一些 自己煮食不難 一點也不困難 那個錢 但是你也要足夠生活費 你也要付租 付這個能源 能源仍然是很貴的 膠擔工具也很貴 你如果真是很困難的 那兩個月你已經覺得 即是捉金見爪 你就證明你是準備不足 你的錢真的準備不足 那些人說來到移民 你一定要帶 很多錢 錢錢錢錢錢 有錢才能夠移民 有錢充裕一點 你心理的負擔是沒有那麼大 但是 確實實 是不是完全 要上千萬的身家才可以移民 我覺得不是 我看到有些人 一家 幾口 又或者有些單親媽媽 來到這裏 當然是很守緊的 但是 他慢慢慢慢捱 第一就是慢慢找到份工作 什麼工作都做了 確定自己有些收入 還要養家人 然後就做的時間 總之 香港人是很拼搏的 你做很多份薄餐都可以 是慢慢 雷積到工作經驗 找到你的方向 你可以捱下去 我經常都說 我真的想問小智 你為什麼要來 你的初衷是什麼 例如有些單親的 帶著小朋友來 他的初衷很簡單 希望小朋友不要在香港繼續 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成長和生活 不想被洗腦 就是這樣 你的初衷是不想被洗腦 你的小朋友的時候 你就要咬牙筋 小智 來到這裏 你的初衷是 我想試一下 我想試一下外國的生活是怎樣 我當旅行的 還是你想是 在這個地方去發展你的事業 你覺得天地比較大 可以很多事情都嘗試 如果你抱著這個心態沒有問題 那你就試久一點 你兩個月怎麼試得夠 你的初衷是什麼 你要問自己 所有移民來的人都要問 在心理上要準備充足 你的糧草要準備充足 你要有很多適應的問題 你要照顧 做一件事很重要的 你準備充足之外 你要在這裏 認識到一些新的朋友 因為你一個人是 本地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你都要認識 如果你成為一個宅男 躲在家 就是到處都不去 只是找工作而發仇 你找不到工作你都可以跟人聊天 聊天不用錢的 不一定要去酒吧摸著酒杯底 你街坊的倫理 你的flatmaid 你全部都可以聊 本地也好 什麼都好 交流有經驗 不要只是 窄到只是 上網看東西 你可能會心情會開朗一點 有太陽就 扑出去曬太陽 你現在來到就好了 兩個月 剛剛就是 開始日長夜短的時候 你到冬天 你更麻煩 日短夜長 未夠四點天黑 你可能更抑鬱 更沮喪 你找到工作 你自己有準備 不要勉強自己 當然 一件事我覺得很好 回去 都不是丟臉 雖然給那些 藍絲 沒有什麼人性的 YouTuber都惹喻他 有什麼問題 每個人做的事 最後 可以後悔 就後悔 沒有什麼大件事 如果你能夠回去 你覺得自己是安全的 回去 可以的 鼓勵大家 回流不是一件什麼大件事 不過 如果你連根拔起 來到英國 或者去了台灣 連根拔起去了台灣 連根拔起又來英國 又回到香港 就很傷 無論在經濟上 是傷 這個個人的經歷都是傷 所以我在這裡奉勸大家 來之前 是要深思熟慮 想清楚 第一 最重要 做什麼要來 香港有份工 租樓買樓都好 你可以有瓦遮頭 是吧 你有固定收入 你為什麼要來 這點很重要 問清楚自己 做什麼 是不是真的來 是不是非來不可先 你為什麼要來先 你問清楚 你有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這裏 要熬 不是兩個月 貨仔 就拜拜 是要熬的 有沒有心理準備要熬 熬不熬到 第三 你有沒有足夠的 資源 給你們熬 你熬我覺得 英國政府要求你有 譬如一個家庭有半年的生活費 半年生活費是多少 有很多網上的討論 每一個人都不同 但是我認為 半年是不夠的生活費 你最好有一年 一年 的生活費 你自己有一個 buffer 有一個充裕一點的 時間 一旦 你的工作 不理想 你的收入不理想的時候 都可以捱 不過有份工作確實是很重要的 是吧 除了你可以 找到吃之外 交到租之外 是跟別人相處 engage 令到自己的心情會舒暢很多 不要每天都出去餵白膠 買袋麵包也要錢 何況白膠是不應該餵的 雀鳥是不應該餵的 無論如何 我希望小智繼續在這裏生活 找到自己的方向 找到工作 你真的不行的話 那你就 回去吧 也可以繼續努力一點 改善一下你的presentation的方式 去經營一下你的youtube 不過這樣 可能你來到英國的生活 會有人有興趣 不如你回到香港 可能沒什麼興趣 也不一定 你想一想自己 發展的方向 在這裏的地方是很有趣的 最後我想說一下 譬如我有時跟一些 南亞裔的人聊天 我告訴大家 這裏 真的會有 少數族裔的人 有些人覺得是不開心的 因為他覺得是被歧視的 我問他 這裏有沒有歧視 他說有 有的 所以他們找工作某程度是有困難的 細緻他不說 他在這裏 談 談英國 他說英國 生活費很貴 生活有困難的 他駕駛的 工作時間很長 才可以養得到家 有幾個小孩 有三個小孩 現在怎樣 全部大了 有兩個出來工作 一個在讀大學 他說這裏不好 做得很辛苦 我鄉下不同 我在孟格拉 來的 鄉下有地的 什麼都不做 靠種東西都可以過生活的 不錯的 我每一年都會回去探親 很開心 當然我做記者 為什麼你要來 為什麼你要來 為什麼你要留下 為什麼你不回去生活呢 他就很苦笑 跟我說 雖然這裏賺食很艱難 雖然這裏物價貴 不過anyway 我都養大了三個小孩 換句話來講 這位孟格拉的士司機 看他的樣子 已經有三個讀完大學 兩個讀完大學 一個在做大學的小孩 他是做專業人士的 為什麼會繼續在英國呢 他覺得 實踐告訴他 事實告訴他 在英國找到吃 在英國可以是一個 給你 有 條件 有途徑 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的一個國家 然後 繼續給你 接受高等教育之後呢 可以找到工作 有一份比較 Decent的工作 然後開展自己的人生 這個是一個移民夢 這位孟格拉的士司機 實踐到他的移民夢 雖然 他對英國 很多抱怨 包括生活費貴 包括工作 困難 包括工作時間 很長 包括 有種族歧視 雖然是這樣 他仍然選擇留下 選擇在這裏 養大他的小朋友 而令他們成才 令他們 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 這個就是英國 英國不是天堂 但絕對不是地獄 就是這樣 四個故事就是這樣 小智對你們來說 有沒有參考價值呢 你可以回應一下我也可以 如果你看到我這個影片的話 好了 聊到這裏 都挺長氣的 多謝大家收看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我的深圳有發的頻道 拜拜 幾乎 坐下 多謝大家 這一次 只得 했습니다 那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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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